我来是有事想请您帮忙 苏小姐每次就是有事的时候 才找我 好失望啊 开玩笑的 来 尝尝 他们家的糕点啊 是不接受预定的 而且数量有限 我每次想吃呢 就要找人提前去排队 但买回来呢 就已经不新鲜了 我想让老板帮我留一盒 可是老板根本不买账 你猜最后怎么着 我去日本买了配方 找糕点师傅 把它复制出来 金钱有时候的确 不能买到所有的东西 但它可以买到 最好的替代品 我猜董事长是给你压力了吧 他叫我不要继续了 立刻离开海市 是 惯用的伎俩 可是我才刚刚发现 礼物研究所的很多一点 我现在不能走 你知道吗 很多人用这家的糕点送你 可是如果用纸盒子的话 就会串味 如果用木盒装 就会保持原味 苏小姐没有办法 是不懂这里的官桥 我有证据 能让苏小姐指向李氏公司 不过一旦公之于众 我就没有什么 制衡他们的方法 所以还是请苏小姐 先帮我一个忙 我特意顿的 秘密的配方 这是只有李氏副总级别的高管 才能看到的 以苏小姐的能力 高升是迟早的事 说吧 什么事 我记得李氏营销副总的位置 是不是还空着 那你不是都说为了我 甚至愿意放弃整个李氏 我现在只想要这么一个 小小的位置都不行吗 苏一 不是不行 在李氏想要高的职位 光有我的喜欢是不够的 还真意外啊 你们不用上班吗 走走走 恐怕也没有高总想得那么轻易 想要高升 我还缺一个立大功的机会 那如果我能拿到 你梦寐以求的冠名权呢 行 我也很想看看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把冠名权让给李氏 林姿委约S级综艺 冠名权由李氏集团接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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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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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恭喜